近日,洛杉矶湛同乡联谊会在半岛海鲜旧家举行2020年新春联欢晚会,庆祝春节。 当晚,除了有300多来自纽约和洛杉矶的广东湛江的同胞出席了晚会, 申盖博士议员廖清禾,中国驻洛杉矶领事,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会理事长等纷纷在晚会上致辞,并送赏新年祝福。 湛江同乡联谊会会长陈雪岚也在大会上向大家拜年,感谢湛江同乡一年来对联谊会的鼎力支持。 我们还是四番座啊,什么啊,我们经常的看老人啊,每年春节的时候,也每年都要去看老人,搞活动,搞那个算式, 经常都参加洛杉矶的,搞那个算式的活动。 此外,晚会表演还包括民族舞,男生独唱,戏曲舞蹈,魔术表演等,大家共同欣赏表演,品尝美食,喜迎新年。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刘兴豪洛杉矶报道。